好,各位同学,各位朋友,我们今天来录JIMP的这个 这样子的画面 就是有点做梦这样子,梦回,梦回什么什么,梦回什么什么 那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啊,这是一张 照片,就是一个塔的照片,然后呢你把它 旋转,这个地方当然就可以调整了,就是我们讲的 模糊化当中一个所谓的circle,圆形化的旋转 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花,就是一张花,然后做一些调整就变成这样子 就是也很简单,但就有几个 功能你可能要知道,就会是这样子 那我们就开始了,开一个新的 开一个新的 然后呢,把 这张照片抓进来 这张照片抓进来,这张比较大,就会是这样子 收小一下 各位有没有看到 这个,其实这张照片是很大的 很直的,那就中间这个部分跑出来 所以呢,我们可以按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移动 这个地方是移动图层 好 你在移动,按着它移动的时候呢,再按Ctrl键 注意顺序哦,你在移动它的时候按Ctrl键 按Ctrl键就会是什么 垂直 或者水平移动 它会对齐这个东西 这样,比较对我们 要对齐什么东西可能比较好 那这一次我们跟它 移动到这里啊,跟刚才画面不太一样 那如果确定的话,你看这个图层很大 画布就这么小,如果我们这个东西是OK的 就在这个图层上面,这个图层按右键 然后在图层的地方选择 令图层合乎图片尺寸 对不对 图层就是这么大了 其实就等于这张照片才成这样子 跟那个 画布一样大 就会是这样子 然后我们再复制一张 这张 那我们现在讲一下滤镜 这边有一个模糊 然后有一个 Sircle,圆形的模糊 你看它那个基本的预设值 你看它基本的预设值 有没有 就开始模糊掉了 就开始模糊掉了 这个地方当然这个角度啦 这个地方角度那这个是 这个是可以选择它这个模糊的那个 我用角度稍微拉一下 然后这个跟它稍微拉大一点 它整个那个模糊度就出来 更出来了对不对 那 就是这个东西 角度 然后xyz 好,假设这样比较有一种做梦的感觉吧 好 那就会是这样子OK 就确定 这一张就是我们要用的 梦回什么东西 然后再过来我们再抓另外一张 这一张就是 现在用这一张 跟刚才不太一样 因为我要教另外一个东西 各位可以看到这花 其实这个是我们要的地方 这个地方比较黑 各位没有看到 怎么样把部分黑的地方把它变亮 这是我们今天要教的功能 在颜色的地方呢 有一个这个 阴影的 跟亮度的 那这个显然这个地方是阴影的 我们把阴影加 加亮看到没有 好 你可能一下看不出来 不太像阴影 亮度的地方 这个地方算亮度吗 你看 亮度的地方加亮 整个就亮了 没有 这个亮度的地方就是整个加亮 原来不是阴影 是亮度 有没有抓到 好 就会这样 那其他那你先不用管 因为等一下我们要把它 处理掉 好 然后 这个阴影的地方 跟它加亮一点 或多或少了一点点 然后这块是这里 你可以看到这个白 白色的地方 如果你要更白 往这边拉 有没有看到 整体而言 这边又变白了一点 然后这个地方 你就往右边拉会 对比性会讲 黑的黑白的白 往下拉就会变更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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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下拉又会变更亮 它整个那是亮度 好 然后 OK 就是你调看看 你看到往这边拉 有没有 不对 Radius 讲错了 交错了 这个就试看看 你看我月数网这边拉 我这个地方就亮起 我要的是这个地方的画面 我要它整个是很亮的 再看一下 就变暗了 有没有 好 这个地方我要亮的画面 其实就是跟你讲有 阴影的 跟亮度的 那这整体而言的白色 这三张你都可以 查看看 OK 那这个地方是我要的 这个地方是我要的 我只想保留这边而已 OK那怎么样处理的 比较好 各位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其实是我们画 没有 叫红红的 它其实是 选取区的一种作用 这个地方 就是快速遮罩 你按这个地方 一定要用白色 可以跟它调回来 一定要用白色 好 然后这个笔刷我都调好了 就会这样 笔刷稍微大一点 你如果用白色的话 没看到白白的 等一下它就会被选取 被选取区的 就会是这样子 所以你就把你白白的地方把它弄出来 这个地方是我们要的 那这个地方也可以啦 等一下也会有一些要 要用到它的地方 换句话说有花的地方 你想要有花出来的地方 你就通通把它选起来 这个就是选取区 就是这样子 这个地方也有花 这个地方也有花 好 那就先这样子 OK 你看你再按一下 是不是都选出来了 都选出来了 然后喜欢跟它模糊一下 选取这个地方语化 语化有50 对不对 好 语化就这样OK 好都选出来了 各位你可以先把我们选出来的地方储存起来 选取 储存为色版 你看 就被储存起来 再回到图层 就可以把它关 不用关掉没关系 现在我们按右键 这个地方有一个 遮罩图层 选取区域 我们可以选这个 选取区域 有没有 遮罩是不是这样 就是 刚才我们选了选出来了 然后后面好像 呼呼掉 好 选取全部选 就这样出来 那个花跑出来了 然后后面整个 好像被 被炫进去被炫进去 这样子 然后这个 好像 你不觉得旁边也要模糊一下 感觉比较对 对不对 那教你怎么模糊 教你怎么 模糊 这个这个 这个工具 这个叫涂抹 涂抹 涂抹一样有笔刷大小 这是预设值 这里是预设值 也不用太管 他这个东西就是这样 好 你稍微跟他弄 不对不对 因为我现在是这里 这里这里 你稍微跟他弄 按错了吗 这个没有按对 这里 这里 用这边试看看好不好 你看 你稍微弄一种 要不要糊起来 然后你就稍微 跟他这样弄一下 弄一下 就好像 好像也在跟着旋一样 好像也在跟着旋一样 因为跟着旋嘛 就有点点 糊进去的感觉 好像我也没有做得很漂亮 我不是学这个 你又原谅我一下 好 就是 这些地方 边缘的地方好像都被 炫进去的 边缘的地方都被炫进去的 然后这个地方保留着 好像刚刚第一张比较漂亮 不会就是这几个功能 让你理解一下 这个涂抹的功能可能还不是很清楚 我示范一遍给你看 这个东西 标准这边对不对 涂抹 然后这个量调整一下 就是这样 你看 调整大小调整一下 你看 我如果这样 弄一弄 点它 没有 这就糊掉了 你也可以这样 就整个糊掉了 糊掉 我习惯这样晃一下 晃一下 我习惯晃一下 我喜欢这样做 有点模糊 晃一下 就有点模糊感 就会是这样 所以这里也应该是这样子 这里可以的话 这里是晃一下 就有模糊感出来 好 那就做完 几个 尤其是圆形的那个 圆形的那个 这里 圆形的那个 那个功能 值得你学一下 我们常常会需要这样子一种 一种模糊化的空间 还有这个功能都交过了 综合运用 那今天都交一个涂抹的 涂抹的功能 还有这个颜色的 这一个 颜色的这一个 阴影 阴影跟 阴影跟高光的调整 有时候你需要部分 比方说这个地方你要部分调整 高光或者部分调整 黑暗的那个阴影的地方 对你而言就很有帮助 好那就这样子 讲到这边 谢谢各位